What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smell? 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hoarder 意思就是强制性囤积症 这个问题真的以前不觉得 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我小时候呢 有一个邻居 他患上一种精神障碍 就是在外面捡垃圾 一直往家里面堆 好在他家是一楼 但是周围邻居已经受不了了 散发出来的气味在夏天尤其难受 所以这样的邻居 你也不好说他 因为他确实是有一定的精神障碍 所以只有等到他过世 这个地方才清静下来 而在上海呢 这个最近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 之前说过一个老鼠 雅叔 他的这个家里面 老鼠成患 老鼠多到在晾衣杆上排着队的走动 而这位叫蟑螂阿姨 蟑螂阿姨家里面也存了大量的垃圾 引来很多的蟑螂 而这位阿姨呢 其实家境非常的好 又多出住房 老公甚至于到对门租了一套房住 让他自己在家里面囤这些东西 最近呢 在宝山区法院的这个调解下呢 阿姨已经决定打扫干净这个卫生 重新做人 不再往家里面囤积这些垃圾了 但是这这种hoarder是一种病 在西方国家 像美国保守估计有三百万人 有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上海估计将来这样的病例会越来越多 怎么样长效的管理好这个事情 让社区用更更更加温情的办法 来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还拭目以待